其實美國現在對外的說法 還有歐洲對外的說法 就是說沒有什麼脫鉤的問題 脫鉤英文叫decoupling 他說現在的問題 歐洲跟美國的做法是derisking 叫去風險 那現在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整個不管是李強 還有中國大陸各方面的 對出來講都認為 其實去風險跟脫鉤 事實上本質是同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試圖現在解讀 這一份所謂美國人或者歐洲人講 尤其是美國人講的所謂去風險 他認為本質上還就是脫鉤斷裂 還就是圍堵 因為只是換了一塊招牌 那做法跟本質都沒有變 那就以這一次美國 這個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 最近在報導 他說這個美國有可能在七月 有一份新的對中國大陸晶片的一個禁令 那這個禁令的話 是主要就是說跟AI有關的禁令 人工智能有關的禁令 他說中國大陸可能會用人工智能 來竊取美國的商業跟國防機密 他就想了這個罪狀以後 他就要公佈 要限制這個對中國大陸相關的這個智能 這個時候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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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GPU 去風險還是脫鉤斷臉的對策 現在顯然就是說美國新的禁令 因為照華爾街日報他可能說是 七月初就會公布了 美國的商業部就會公布 新一輪的禁令 那麼很可能就會把黃仁勳 現在還在對大陸銷售的 有關的GPU 專門對大陸設計的GPU 他有一個特殊的名稱 是好像900還是N900還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晶片 也把他銷售中國大陸的路子 也給他切斷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國大陸就是說 李強他講的說 不管這樣依賴 去風險他認為都是一個偽命題 他的只是不同的招牌而已 不同的說法 可是對中國大陸進行脫鉤 進行圍堵 尤其經貿科技圍堵的做法 還是沒有變 所以這個現在是我覺得就是說 不管李強這次在英國跟法國 還有中國大陸最近在開這個 所謂的夏季 Darvis論壇都在對這個 美國新提出來所謂的去風險 這個說法都提出強烈的質疑 那事實上就看美國是不是說一套 做一套 那說一套的話就是說 我沒有要圍堵 沒有要脫鉤鍛鍊 那可是實際上 他的做法是不是有改變 好像也沒改變 因為對中國大陸的這個 現在的這種所謂的這種 不管是科技的輸出 科技的交流 還有產品的交流 看起來做法還是一樣 那麼我們就看七月初 是不是美國商業部 又會對黃仁勳還有Micron 美光的幾款 現在還可以銷售到 大陸市場的一些晶片 跟這個AI 這個人工智能相關的晶片 是不是會把它禁掉 如果說是會禁掉的話 那真的就如這個李強說的 就是說去風險 根本就是一個名詞的轉換 實質沒有變 美國人有個想法 他們覺得他們有能力 打壓中國的崛起 他們認為他們有能力 中國會配合美國 當美國想要打壓中國的時候 中國乖乖承受 當美國想要找中國合作的時候 中國也要乖乖配合 這是美國的基本想法 也是拜登的想法 布林肯的想法 坎貝爾的想法 但真的實際的狀況會這樣子嗎 第一個你說半導體科技 你會限制這個老闆 沒有錯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科技 的確因此而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華為的手機 幾乎不存在 但是華為的手機幾乎不存在 現在又回來了 那就看下一波你美國還有什麼本事 這裡面就像打乒乓球一樣 一來一去一來一去 但美國一方面又講說 那好我們在其他地方可以合作 美國人不只是你剛才提到了說 LV這個品牌 當然不是美國品牌 LV品牌到大陸上去賺很多錢 不要忘記美國有很多的品牌 化妝品牌也是 Max Factor之類的 SK2在中國大陸賣得非常好 所以奢侈品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就在中國大陸 那至於其他的消費品 或者相關的產業 美國人是覺得只要我掐住你晶片 大陸科技就起不來 是嗎 他們有自信嗎 李翔講得很好 去風險化是政府機關比較懂得風險 還企業老闆比較懂得風險 今天如果是英偉達 我們就換例成輝達 NVIDIA 如果他覺得把東西賣到中國大陸去 他有很大的風險 會產生很多的競爭 會智慧財產前會被剽竊的 他需要你美國政府擔心嗎 他就不賣了嘛 他為什麼要賣 他表示他根本不是風險嘛 大概沒有人會因為說 我賣東西給你 就你學會倒過來讓我倒閉吧 沒有這麼笨嘛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王仁勳絕對是比拜登 或者是那個什麼雷蒙多 更有能力評估這個風險 但是美國政府就抓這個當命題 那叫歐洲人配合 就是說哎呀我認為這個東西要打壓中國大陸 我們找這個好辦法 看樣子中國大陸沒有辦法馬上跟上 打壓他有效 讓他叫痛 是嗎 黃仁勳都講 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很快趕上 不只是這個黃仁勳這樣講 那個艾斯摩爾 ASML 也講啊 光刻機中國大陸很快趕上來 所以你有時間打個五年八年 那沒關係 大家就瞧一瞧吧 所以美國玩這個遊戲 只是在配合他們美國政客 在煽動美國人心裡面的不平衡用的 美國我了解到他們心裡的挫折感很重 他發現到說 以前那個人金GDP只有三百塊 免金的中國大陸的人 對我們美國人拍馬幣拍得不得了 現在到一萬五 人已經到一萬五了 竟然對我們都有點愛甩不甩啦 那等到他三萬五萬的話 那還得了啊 所以要趕快把他打壓下去 美國人的想法是這樣 在一萬五千塊的時候 解放軍的軍力已經世界上數一數二了 如果你到解放人金GDP 到了五萬塊美金的話 那還得了啊 那有些東西 天要下雨 你就擋不住 那美國人想太多了 用這些有的沒有的 可是也開始有人有清醒啦 比如馬克宏的第一個清醒啦 用這個方式跟中國交往對嗎 中國也要派兵去墨西哥攻打你美國嗎 沒有啊 那你美國為什麼整天在台灣沿海 做東卓西呢 那你不自己惹事嗎 所以開始有時之事慢慢覺醒 那就讓美國的拜登做 全世界最孤獨的老人吧 其實這一次整個扮演一個 關鍵角色的就是白俄羅斯的 這個總統盧卡申科 我認為他是奉這個 也不是他是依這個普丁的這個請託 叫他直接跟這個普利格金來談判 因為普利格金不但是普丁的好朋友 他也是這個盧卡申科的好朋友 他們有二十年的交情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瓦格納的這個兵變一開始 事實上的話除了這個 普丁是用採手兩手策略 一方面一手硬的 就是他就立刻這個對全國廣播 然後呢定性這一次 瓦格納的這次軍事是叛變 是一個叛變的行為 不被允許的 這樣就瓦解了整個那個 瓦格納內部的團結 瓦格納有一些人 他們他們有一些在基層士兵 他說他們根本不曉得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根本不曉得 他這個行動的意義 這個性質是什麼 上面給他命令 他們就出發了 所以他們一聽說是這個 是叛變 是對俄羅斯不忠的行為的話 那麼他內部立刻就這個力量 就不會那麼樣的 這個這個 那麼聚集了 就會產生這個瓦解瓦格納內部的士氣 跟他的團結 另外一方面呢 他就軟的一手 他就請盧卡申科 當作跟這個 跟這個 這個普魯格金談判的一個對口 那普魯格金他基本上 他有一句話 他說 這個他有一句話 其實蠻重要的 他說 他說普里格金 已經被戰爭衝昏了頭 也就是說他過去 移植在戰場上 他充滿了這種 戰爭的這種 怎麼講呢 氣憤 所以他把一切都看成一個戰爭 在戰爭的情景下來 來怎麼講 來思考很多事情 來設想很多事情 甚至用戰爭的設想來處理很多事情 就會造成這個情況 那他說他跟他這個普魯格金的對話 因為二十年他們中間還用彰化護罵 普魯格金很怕就是說 基本上 普丁說話算不算話 因為他今天已經做到這個份了 他他很怕普丁 或者跟他跟他就就直接 兵戎相見 或者是秋後算帳 所以他基本上他很怕 基本上就是說普丁到時候說話不算話 所以這個盧卡森科事實上 以他跟普里格金跟普丁雙方的關係 我想他一定用他自己本身來做個保證說 我做一個所謂的honors broker 我是中間人 誠信的中間人 那我給你確保普丁跟你的承諾 通通會通通可以 可以實現 那普丁給的承諾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個不追究 行事追究責任 所有瓦格納包括普里格金 都不會追究這件事情責任 就是說這件事情過了就算了 第二個讓他們的總部遷到白俄羅斯去 白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盧卡森科說 給他一個廢棄的軍營 不過費用他要自己做 第二個這個非洲的業務繼續進行 那個是瓦格納賺錢的地方 另外要接受這個收編的 繼續加收收兵 所以就這樣就很快的 就瓦解了這次政變 這個從頭到尾 我都不論是一個政變 因為剛開始消息很混亂 大家都判斷結論都莫衷於事 可是我一開始就篤定 這是一場兵劍 連兵變都不是 根本談不上叛亂 理由是什麼 瓦格納的軍隊有四萬人 他帶了幾千人去莫斯科 他能幹嘛 這什麼事不能幹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包圍了 羅斯托夫的南方軍事總部 他好像保全警衛看在門口 裡面的運作造場 打烏克蘭的飛機造場起飛 那兵變怎麼會這樣 兵變全部接管 怎麼可能說還讓你正常運作 第三個 他的訴求說要國防部長下臺 這也不像判亂了 判亂就叫普丁下臺 怎麼叫國防部長下臺 所以整體我一開始就斷定 這是一個兵劍 那原因當然很多 對於瓦格納的老闆 普里哥金來講 他因為功高震主 他因為戰功標明 可是他不是軍人 真正指揮瓦格納是烏特金 不是普里哥金 另外一個人 他這個從頭都沒動 也不講話 也沒聲音 他就是個老闆 也沒念什麼書 就是愛吹牛 然後突然間變成爆發婦了 而且來往者非權貴 就是大頭人物了 那他膨脹到什麼程度了 他說 哎呀 他在俄羅斯裡面的民調聲望 竟然排第二名 書普丁沒有多少 其他人都在原理站到後面 所以南板就膨脹 第二個 他就說 為什麼要訓練那志願兵 俄羅斯正規軍不行 你看二三十萬軍 那個志願兵 要交給我來訓練 口氣大得不得了 那對於掌握權力的普丁來講 他當然會有解決 就想要消翻 可是消翻的動作太出爐又太笨了 通過什麼審計法令 說要查瓦格納的帳 因為瓦格納的生意 不只做傭兵的生意 他還做了俄羅斯很多的營養午餐 很多人不曉得 營養午餐的大戶 他還做了很多軍品 什麼軍方的背服 衣服 制服 什麼 麗麗康康里大隊的生意 做了很大 那為什麼做這麼大 跟台灣一樣 你要說 哎呀你跟蔡英文有關係 這個工程給他麻煩給你做 這個案麻煩給你標 大家以為說 他跟普丁關係很好 生意都給他標走了 所以生意做了很大 那普丁啊 大概警覺性 他太膨脹了 他消翻 就查他帳 他當然會有自覺啊 再來說 他要幫訓練志願軍 等等的 這普丁啊 有更好的方法 杯酒士兵權啊 他用最粗魯的方式 這是普丁自己要檢討 普丁的權力 當然不會受影響 因為普里哥金 就不是一個咖嘛 可是普丁的聲望 會受影響 他未來要做接班人的安排 會更加更加的困難 那什麼俄羅斯的飛機啊 飛到這個美國去啊 唇屎胡扯啊 這個不曉得 網路上怎麼老是流傳 這種奇奇怪怪的 這種新聞啊 那現在普丁跟他的 國王部長邵一鼓 叫故作鎮定 走動走動 什麼旅遊業啊 什麼前線走一走 那是百派用的 真正的實力的考驗 未來他可能更殘酷 去打一場乌冬戰爭 獲得勝利 才能夠挽回 他現在失去的生活 就是講到福茂的爭議啦 那民進黨又出來阻撓嘛 對不對 他是反對福茂 那你既然把這些福茂啊 法跟大陸這些所謂的 這個優惠的貿易協定 視作毒蛇猛獸的話 視作是大陸的政治目的 以傷逼政 製造民怨 那我不曉得那福茂會 那福茂啊 就是說還沒有簽 那貨貌是不是造成民怨了呢 對不對 福茂跟貨貌是一體的嘛 都是兩岸的這個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下面 因為架構協議簽了就要簽福茂 然後簽 貨貨先簽了 就要簽福茂 將來還有投資協議 還有其他的都慢慢會放到裡面來 那既然這個都在ECFA下面 那現在貨貌已經簽了 請問一下有造成民怨嗎 我看不但沒有民怨 連蔡英文都覺得很高興吧 對不對 要不然你2010年的時候 你說是糖衣毒藥 那糖衣毒藥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上任以後 到現在沒有把這個毒藥 把它吐出來呢 你還是吞在 你還是放在嘴裡 吞在肚子裡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中止呢 那你既然像這個令委 綠委林楚英 他說這個是 這個是以傷逼陣化 那你就應該呼籲 蔡英文把這個貨帽 ECFA下面的貨帽 把它把它廢除 對不對 那不是才 你說的話才算 大家才會相信 對不對 那你說福茂 現在人家只是開始談 事實上的話 這是可以討律的 可以考慮的 對台灣的最好的 這個可以獲利的產業的話 那很清楚的 一定是金融業嘛 因為大陸的金融業 並不是完全自由開放的 大陸金融業 你要 我們如果跟大陸 簽一個福茂的話 我們的金融業 到大陸去從事 金融業的這個 開展業務的話 會有比其他的國家或地區去的這個金融業有更優惠的市場待遇 那這個福茂的意義就是 就是這樣 那大陸照WTO的標準 它福茂就開到 比如說開到三層 開到七層好了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F下面跟大陸簽一個福茂協議的話 大陸的服務業市場就可以跟我們開到八層九層 甚至完全開放 對 所以就變成 這個就變成我們的服務業 會在大陸的市場會有很大的競爭力 這些人都只看到 就是說民進黨就強調說 那大陸的服務業會進台灣 或如何如何如何 他沒有看到我們的服務業進大陸 大陸是一個14億的市場 那以我們的這個金融服務業 我們的這個交通服務業 我們的電信服務業 我們的電商 都算是很有競爭力的 而且兩岸同文同種 服務業很重要一點 要有共同文化基礎 那個比貨品來講還更有 跟這個你的文化語言 習俗是相關的 那台灣的服務業在大陸說實話 比台灣的貨品在大陸還更有這個優勢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柯文哲是蠻聰明的 他挑了這一點會讓台灣很多 希望到大陸去開拓市場的服務業 事實上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了 那民進黨就是口 基本上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到底 基本上就是要搞台獨 要搞台獨的話 那你就把中國永遠視為敵人 因為中國大陸永遠不會撐 永遠不會允許你搞台獨 所以呢 民進黨一天不放棄台獨的話 他就一天不能讓台灣跟大陸發展一個正常的關係 朱高正以前講過一句話 政治是高明的騙數 2013年14年之間的太陽化運動 他們用所謂的反黑箱服貌 作為他們的訴求很成功的擋下服貌 那結果如何大家心裡有數 但是這個高明的騙數已經當然騙到手了 騙到政權了 騙到吃喝拉撒 騙到這個榮華富貴 可是回過頭來 今天的柯文哲以前曾經講過說 他反對黑箱服貌 那現在他說他沒有反對服貌 他反對的是黑箱服貌 好 這個浪子回頭金不換 他今天為什麼率先拋出說要重啟服貌跟貨貌 原因很簡單 他在看侯友會不會跟上來 侯友到目前為止都還沒講到要主張九二共識 然後現在柯文哲丟出來的服貌 侯友就跟上來了 但是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在柯文哲的競選策略上面 他第一個 他丟出重啟服貌貨貌 就可以把藍領的選票做板塊移動 很多人覺得 你國民黨中央講也不清楚 你國民黨中央跟兩岸關係 是不是要九二共識 你提名的總統候選你還沒講清楚 結果人家柯文哲還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他就先推了虎貌跟貨貌 然後不管說你這個大陸上講說 要先有九二共識才有那個 奇怪了 現在沒有九二共識 一個法國不照常存在 所以大陸說話也不一定很算話 但是柯文哲這一招 是一個競選策略上很高招的一招 因為他現在具於領先地位 然後侯友宜又經常被很多藍領人 認為不過藍 他的政治主張好像有點的偏綠 結果柯文哲反而從綠的轉到藍裡面 來搶藍的選票 這一點 這個侯友宜團隊可能要討委注意一下 即使說杜紫金現在擔任 侯友宜的趙琦仁 可是他講的也都是四平八文 那個不是一個競選的語言 你跟林楚音那好 柯建明也好 對不上話 而且柯文哲打這個牌出來 他就要引導引誘民進黨來攻擊他 當民進黨是請全黨支援來攻擊柯文哲 柯文哲就變成反對民進黨的頭號品牌 你很自然的 侯友宜跟國民黨就被邊緣化了 所以這個朱旺年出來講說這個互利 雙贏的好議題等等 他的立場當然是這樣子的 也可以加助當民進黨更加來攻擊柯文哲 所以某種程度柯文哲是這個議題上的得利者 這一點到目前為止是相當的清楚 那我剛才提過說政治是高明的騙數 波蘭是一樣 真是反俄 抗俄 我絕對要對俄羅斯要斷氣 不買他們的義化石油器等等 結果呢 誠實的要命 對不對 反正政治人士只會講謊話 尤其是民主政治選出來的 競選選出來的政治人物 特別愛講謊話 波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那蔡英文是不是呢 也是啊 蔡英文講謊話有什麼稀奇 講謊話是他的看家本領 講得臉不紅氣不照 講得臉皮越來越厚 他的血管都透不出來 這個才是本事啊 服貿爭議啊 可能會繼續吵 那些吵得越吵越熱 越變越多 國民黨也要跟上去 國民黨才不跟上去的話 就以後等於張小跟班 拿著漆在後面搖啊搖啊 那跟上去講了又沒有 柯文哲那張嘴那麼利六 那最後結果就是 民進黨的攻擊的矛頭 就是針對柯文哲來 柯文哲要強到我所謂的 反對民進黨頭號品牌的 高紅暗線一樣會慢慢去出現 美國布林肯也是啊 他說哎呀我們對臺灣的政策 是要看你北京做了什麼 還有看你這個沒做什麼 那請問你 那你這個北京對你的政策不是一樣嗎 看你美國做了什麼 沒做什麼 也看臺灣做了什麼 沒做什麼 講這個什麼有意義嗎 布林肯這個人水平越來越差 美國朱欣堪那講的是 有一點的道理 進入敏感時間 是啊 經濟學員一樣啊 現在台海危機的白皮書 不要你寫白皮書 黃皮書 黑皮書都沒有什麼用 到底如何避免 台海發生戰爭危機才是重點 台海發生戰爭危機 他講日本菲律賓 韓國會 中國會受影響 你美國不受影響嗎 臺灣更慘 怎麼不講呢 所以經濟學員的雜誌 現在都是什麼 挑一些好像某些人 聽起來比較順耳的話說 真正的真實狀況 現在都不講了 經濟學員已經喪失了 他過去的優良的傳統 就講實話 現在開始在講謊話了 聽拜登講話 都不知道他的邏輯何在 他既然美國經濟好棒棒 那為什麼葉倫跟商務部長 Ramando急著要去中國呢 而且你既然經濟棒成這樣 你還要人家買你的美債 買美債就是借錢給你的意思 那你為什麼需要中國借你錢呢 你不是經濟好棒棒嗎 事實上你去看那個 大概所有的國際機構去分析 美國今年的GDP成長 沒有超過二的 都是一點多 那中國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的數字都是五左右 人家的成長還是比你多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不然拜登你可以勇敢講 說我美債你不用買沒關係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那個舉債上限通過之後 他就急張要發債了嘛 一年內有人說要發到一兆 或有人說發到1.5兆 那是很大的錢啊 那誰買啊 因為海外的購買額度 至少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去想一想 一兆百分之三十是三千億 我相信我們台灣也是必須買的啦 可是你我們台灣再買 大概是買兩三百左右 那中國大陸呢 你至少要中國大陸 買你個七八百以上吧 不然你不要開口啊 對不對 那Romando為什麼急著要去 他到現在還在心心念念念 念著他的波音啊 你知道嗎 就說你怎麼還不買我們的波音呢 還有啊 還有美國的農產品啊 大豆啊玉米啊 事實上這個就是因為中國的體量大嘛 那美國你那麼大的產量 請問你能賣給誰嗎 印度嗎 印度能夠吃你的農產品嗎 印度自己就是農產品的出口國 怎麼買你的農產品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些很現實的問題啦 所以你如果都聽拜登講話 那你就不知道中美關係 目前到底是怎麼回事啦 因為他就是每天在那邊吹牛啦 迷航的感覺 不是啊因為他就講完了 然後他說習近平是獨裁者嘛 然後接下來他又說 這個我不會收回啦 那這個也不重要 因為我們兩個即將見面 你怎麼知道你們會見面啊 就是你坦白說啦 這個就像那個碟磚一樣嘛 米葉倫要先去嘛 因為何立峰剛接劉鶴那個位置 所以沒有錯 就是中美的經濟的首要的幕僚 是該見面的 例行的是要見面沒有錯啊 可是人家也知道你要來幹嘛啊 不可能只是談一談嘛 今年談就是要直接落實了啦 就是你要買多安美債嘛 選舉時間也快到了 對啊可是人家為什麼要買 對你要給人家什麼 對不對這個不就很具體嗎 結果最近他還要針對 中國大陸的人工智能量子計算 有更進一步的現實 所以私募基金的投資要限制 對不對 你最近還要進一步打各種制裁的牌 那人家為什麼要見你呢 所以我說他很多政策之間我真的是 我還覺得互相矛盾啊 還有比如說這個月底啊 荷蘭那個阿斯麥爾也即將宣布他的決策 因為他做那個比較低階的DUV光刻機 他有三款嘛 那三款是全部禁售中國嗎 美國現在是這樣施壓喔 如果你這三款全部禁售 那我跟你講中國的成熟製程的半導體 真的被卡到了 那你以為中國會高興嗎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背後就是美國嘛 所以我是說有很多牌 立刻就見光死了啦 就是你做了什麼動作 人家就知道你的意圖了嘛 包括荷蘭阿斯麥爾如果是三款都進 然後你人工智能 未來私募基金也不能投資 量子計算也不能投資 你這樣一路找人家麻煩 那人家還要借你喔 那人家還要買你的美債 還要借你錢喔 這世界上有這種道理嗎 所以我不知道拜登的邏輯何在啊 是像台灣的 你把中國當作台灣是不是 就隨便講一講你就要借我錢 是這樣 這個瓦格納事實上那個 他並不是軍事出身的啦 他本來是一個廚子 那是因為普京跟他認識很久 那他是基本上是一個公關家啦 然後玩媒體啦 所以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發言為主的領導人 可是真的裡面操盤的 我說軍事領袖啦 其中有一部分是2008年軍改 然後對軍改不滿的 那一些退休的軍人啊 那或者是有一些人還在俄羅斯內部 那他們對邵伊古都是不滿的 有這一群人 那另外一群就是 幫這個瓦格納部隊做訓練的 那個烏特金啊 那個是一個上校 那個才是真正的軍事將領 那這個人跟著普里高金一起去白俄羅斯 他去了八千人 事實上北約現在很緊張啦 因為那個盧卡申科 樂見他們來白俄羅斯 希望他幫他訓練 在當地擴大 白俄羅斯希望瓦格納 在白俄羅斯擴大組織啊 那把白俄羅斯當地人 招募進去瓦格納啦 那因為他擔心被波蘭攻擊 可是這裡我覺得普丁是默許的 因為他距離基辅只有一百公里 所以等於是烏克蘭這樣就變成 復配受敵啦 就是他事實上 他也不是要消滅瓦格納 他是讓瓦格納七月一號 在俄羅斯解散 那沒有參與遊行的一些正規軍啦 因為有一些人是囚犯兵啦 那大概就不行啦 那就加入國防軍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回去非洲了 那有一些人是去白俄羅斯 所以我跟你講喔 我認為普京他是有佈局的啦 他現在只是在覺得說 那普利高金做了這個決定 搞那個遊行網莫斯科啊 你們裡面是不是有人去慫恿他啦 因為他覺得普利高金不是這麼蠢人啦 一定是裡面有一些 有軍事背景的人 去慫恿他做這件事 那他現在就認定就是索洛維金嘛 就是蘇洛維金啦 蘇洛維金就是我所謂的瓦格納那 是他內部的軍事出身的 然後是俄羅斯的強硬派 那等於是普京現在要整肅這群人 所以你們怎麼可以叫瓦格納做這件事呢 如果真的讓他進入莫斯科 那俄羅斯豈不是大亂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他目前是要整頓 慫恿那個瓦格納 往莫斯科行軍的那一群人 在軍隊裡面的人 那我認為 蘇洛維金立刻傳出被逮捕嘛 就表示他要把瓦格納在 國防部內部的一些強硬派 跟瓦格納有關的 幹嘛切掉了 那至於美國不斷的在放話 說普利高金搞不好 在白俄羅斯會被暗殺 我看去暗殺他的應該是CIA吧 不是要引渡到美國嗎 到時候就栽贓給你說是KCP幹的嘛 就跟炸油管概念一樣 現在是FSB了 我跟你講他既然讓他去白俄羅斯 而且是盧卡申科親自迎接他去 怎麼可能暗殺你 事實上他就是 盧卡申科是樂見你去 因為他怕波蘭會打他 那普丁也覺得說 你到那邊 剛好對烏克蘭來個腹背受敵 所以你看烏克蘭他事實上 對俄羅斯的六個攻擊全部停止 他現在要重新說我們可以談 所以目前的局面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要看準確一點 那美國那個基本上就是在為 未來的美俄鬥爭在鋪路 我覺得這個大概就篤定7月23號 國民黨候選人就不會換了 因為金普通馬英九王金平 然後連當年最大受害者 紅袖柱都說不要再重演換柱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侯友宜的牌應該就是 723確定了 不過當然他未來挑戰還是很大 因為坦白說 大家就會看就是說 你現在立刻做民調 對金普通不公平 要723再做吧 還沒什麼都還沒做 對對可是人家一定會做 就是你現在628 然後到7月中大概就會有人做 過民調了 因為柯文哲也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7月9號 柯文哲要辦第一場見面會 然後7月26號 然後這個7月16號 就是凱盜遊行 黃國昌跟館長 他一定要去的 那一場就是柯文哲 就是主戲 大秀 大秀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7月9號有第一次見面會 7月16 凱盜遊行 他就是要讓他的聲望 不會掉下來嘛 所以這個對侯有餘 就是重大考驗 就是你如何把自己的事照上來 因為你如果到了723 你的民調還是第三 而且落後 柯文哲高達5%以上 那其實這個挑戰就很大 因為人家就會開始覺得 你這個翻盤的能量不夠大 所以他一定要 要立即要有一些議題要出來 所以不過這個是指那個 較勁的問題 那我認為柯文哲也會逐漸的 從中間走到中間偏綠 偏綠嗎 因為國民黨在整合嘛 所以國民黨就要把那個藍的 拉回去嘛 那柯文哲一定要往上爭 他前陣子相對偏綠 最近被圍剿之後又開始打綠 那現在最後你認為他繼續 會往綠這邊來靠近 我認為是 事實上這個就牽涉到 你對整個選舉盤的估計 就你認為中間選民是40還是60 我認為到最後中間選民最多只有40 就是兩個藍綠的旁還是有30 那現在就是民進黨很早就鞏固了嘛 那現在是國民黨要鞏固他的30 那柯文哲40不可能圈拉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一定要開始朝向他認為 他搶得到的部分去搶 那我覺得他已經開始有一些定位了 就是你民進黨那個青年情政 愛鄉土你全部都忘光了啊 那那些票應該要來支持柯文哲才對啊 他是一個維持民進黨初心的本土政黨 我認為他會逐漸這樣定位 因為柯文哲一開始出來 我認為還是偏本土的政黨 那他本來還是以綠的為主 那後來就中間的越來越多嘛 可是基本上對兩岸興趣不大啦 他只是不希望兩岸因為意識形態 教條然後江柱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會比民進黨有彈性啦 可是基調我認為還是屬於 比較偏台灣本土的政黨啦 不過這個要看後續他怎麼弄啦 那我是覺得這個 我覺得賴清德的發言人真的很奇怪啦 他為什麼不去看一看 四月陸委會講的哪些話 賴清德的競選總部跟蔡英文政府公開打對台 今年四月陸委會 詹志鴻就是陸委會副主委 針對ECFA他說 希望能夠盡速完成福茂協議 貨茂協議的磋商 這陸委會講的話 這裡去查一下好不好 他說兩岸已經很久沒磋商了 那這個障礙呢 希望中國大陸找點移除 隨時都可以進入這個機制 就是ECFA機制 把沒談完的 或者已經談還沒有結論的 甚至新的議題 都能夠透過ECFA機制逐步來談 這個是今年四月 蔡英文政府的陸委會講的話 結果現在賴清德 還有他的發言人林楚音 公開打臉耶 那柯建民也是啊 是啊 所以你這個政黨 是不是已經精神分裂啊 你到底主張什麼啊 所以請你把四月陸委會 講的話拿出來好不好 當時是什麼樣的一個氛圍 就是邱泰山 他急著希望能夠有兩岸的 對話交流嘛 這個不就是孫小雅呼籲的嗎 不就是羅生伯格來台灣呼籲的嗎 呼籲你民進黨要有對話交流的能力 沒錯 人家就是在呼應這個議題耶 結果你現在賴清德總部 全部都吞回去了啊 你去面對加AIT好不好 面對一下邱泰山 面對一下蔡英文好不好